物價飛漲現在要吃一塊雞排 常常得破百元 不過就有超商推出了超大祕之雞排 從四月五號開始到四月十六號 兩片只要九十九元 等於一片五十塊錢就能吃到 但實際上味道如何呢 帶你一起來了解 雞胸肉裹上一層厚厚麵衣高溫雜陳金黃色 國民美食雞排人人愛 但常常一片飆破百元 現在雞排空又浮了 因為超商推出超大祕之雞排 一片只要五十元 表皮油油亮亮祕之雞排放入氣炸鍋 只要等待九十五秒 馬上熱騰騰出爐 五十塊錢 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外面都買滿貴的 五十塊錢的話滿值得的 我覺得OK 因為現在一個雞排也大概都要八九十塊了 民眾直呼太超值 這款祕之雞排四月五號開賣 一直到四月十六號推出兩件 九十九元優惠 等於一塊只要五十元 而實際買一塊九十元 傳統雞排比一比 發現兩者size還是有差 傳統雞排表皮呈現顆粒狀 超商雞排外皮較平滑 口味部分超商偏甜 傳統則較鹹 就連雞肉的厚薄度也有明顯差異 如果吃我的話我會選就是炸 就是那種鹹酥雞店那種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吃外面那種 我可能會選超商的 因為比較不喜歡吃油炸那麼多的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不管哪一種都無法動搖雞排 在台灣人心中的超強地位 記者吳正宇 張宣言 台北採訪報導